画面现场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与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举办的玩桌游推广媒体素养活动 报名参加的民众与乐林长辈聚在一起玩桌游媒体生存站 每位玩家各自扮演一家媒体 使用策略来赚钱 想办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 游戏的过程中让民众体会到 看到媒体讯息的同时要判断讯息的真假 避免成为被媒体操控的对象 然后在第一场推广活动当中 印象让我很深刻的是 有一个阿姨在玩的过程当中 她就询问我们说 我们出这么多策略牌 但很多都是攻击性的 那这样攻击性的策略牌 这样不是在教导我们 就是要一直攻击别人 然后跟去骗别人吗 但实际上我们是希望 透过这样的体验的方式 让他们感受到 媒体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是一个互相竞争 然后必须透过一些策略 然后生存下来 所以必须有这样的方式跟手段 但是也进而希望大家可以去反思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么多资讯 面对这么多媒体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去反思说 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 要如何去判断它的真谓 然后要如何去判断这些资讯 然后让我们可以不被媒体所操控 那我也想要分享一个 就是在推广过程中收到一个很棒的回馈 就是其实也是像承接刚刚子婷讲 那个阿姨的那个心得 就有一个伯伯 他其实一开始拿到的所有的策略牌 都是属于攻击人的策略牌 那他就觉得他不想要使用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轻流 想要维持正向的媒体 正向经营 也因此呢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得到的分数跟回馈 其实是相对少分 但其实他就一直坚持这样子 使用他的正向经营策略 结果到最后的游戏结束后 他得到的总分 跟他因为这样子坚持自己 正向经营策略的结果 得到的总分跟钱都是最多的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一场 收到的最大回馈 会可以告诉我们说 就算你坚持使用自己的正向经营的方式 也不一定都是得到不好的结果 为了加强推广媒体素养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与中家集团进行产学合作 透过桌游工作方等多元的课程设计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与 民众来说他们其实很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像媒体试图 或是媒体素养这种东西 那还问我什么叫素养 那我就跟他们讲 就是你要辨识媒体的能力 那后来听到说 突然间这有个桌游的体验 所以那一天来听讲座的人 马上就全部都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 有很多人就是那天讲座来之后 他继续来 他觉得这个体验让他更加深 就是在媒体素养方面的概念 那之前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媒体的素养有这么多的一个层面 蛮深入的这一层 那今天透过这个桌游的游戏呢 接触到蛮多的一些媒体不同的 不管是正面负面各种的一个手段方法 还有就是我们对媒体的认知 以前从非常表层到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深入 甚至还有蛮多比较专业的一个专用名词的认知 所以今天我觉得透过这个游戏 让我们可以说过一分析 在桌游工作坊的脑力激荡下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分别针对国小 国中 高中和一般大众 开发出了四套媒体素养主题桌游 台师大大船所也欢迎各级学校和社会团体 可以到台师大USR媒体素养推广基地脸书专页 填写桌游线上申请表单 就可以自行列印桌游电子档 透过玩游戏来学习媒体素养的概念 记者陈淑萍 台北报导